研究人员参加学术会议的好处包括 1.学习对演讲技巧和学术习惯的影响 参加学术会议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提高演讲技巧和学术习惯 例如能够清晰简洁地陈述自己的研究成果 以及能够与同事进行有效的沟通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学术或科学会议 一些最常见的类型包括 1.研究会议 这些会议重点介绍和讨论特定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2.专业会议 这些会议注重于为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士提供专业发展和交流机会 3.学术会议 这些会议重点介绍和讨论特定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研究人员在学术会议上展示他们的工作时面临一些挑战 一些最常见的挑战包括 1.时间限制 学术会议通常对演讲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这使得研究人员很难以简洁而引人注目的方式展示他们的工作 2.演讲技巧 在观众面前展示研究成果对许多研究人员来说可能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事情 尤其是那些不习惯公开演讲的人 研究人员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提高他们在学术会议上的演讲技巧 以下是一些建议 1.练习 练习 再练习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 在实际会议之前多次练习他们的演讲非常重要 这将有助于他们熟悉演示的内容和流程 并帮助他们克服在观众面前演示时可能感到的紧张或焦虑 目前学术或科学会议的趋势可概括如下 1.日益全球化 学术和科学会议本质上变得越来越全球化 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参与并展示他们的工作 2.注重跨学科研究 学术和科学会议越来越注重跨学科研究 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分享和讨论他们的工作